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射爆香港》 今天我請來一位仍然年輕的朋友 跟我們講一下青年參政 和一些青年人面對的困難 置業等等 大家一起射一下 我們今天的嘉賓叫林偉基 是民主黨的社區主任 上幾集有些黃大仙的朋友來過 今集我們繼續和大家講一下 黃大仙或黃大仙附近的問題 嘉賓 先介紹一下 第一 我想你講一下 其實你都好像未入民主黨 入民主黨幾年 我都是副主席 和民主黨黨員都接觸很多 你都不是一個很知力心的黨員 但你都好像曾經是一些其他政團的成員 是嗎 是的 我在2003年代表民協參選過 油尖旺佐敦區議會選舉 我對手當時拍戲劉志榮 當時剛好有三個人選擇 一個尼泊爾人 一個我和一個民建聯的劉志榮 剛好我這麼不幸 就輸了200票給劉志榮 2007年你有沒有參選 2007年沒有參選 當時我退出民協 就出去自己找有些工的做 就沒有在這個政圈的發展 但亦都當時幫一些朋友助選 都是以前在文協看過我的好友 我盡力都幫他們 說年輕而已 但你眨眼睛差不多 在一個所謂從政的事圖裏面 雖然不是一帆風順 但真的有十年的時間 你2003年參選 我猜你2001、200左右 已經開始準備 現在都11了 即是又來一個 即是今年年底 就是區議會選舉了 那駁一聲已經十年了 差不多是嗎 差不多了 已經八年了 剛剛有兩個循環 四年一個區議會的循環 我亦都做過區議會 亦都年青時間做過區議會 由你開始說起 其實年青人有很多企業 有很多喜好 打遊戲、玩一下、拍拖 追求女生、養屋子等等 有很多事忙的 其實為何你有民協、民主黨 甚麼驅使你 踏上這個交易政圈的路途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住公屋出身 為何會接觸到政治 其實當時我爸爸是住在石劍美 跟我們在一起 樓下建了一個停車場 但那個停車場 房署或是設置時租 剛巧我爸爸有私家車 所以我便向馮劍基議員投訴 因為當時他是區議員 一路來講開始接觸到政治 議員一直是幫街坊做事 為街坊爭取權益 如果不是沒有我爸爸 去接觸到當時馮議員的話 可能我對政治 仍然都好像一般的年青人 一路玩一下、玩一下、打遊戲、拍拖 對政治是一個很冷靜的事 因為最主要是讓我認識到議員 就是想幫街坊做事 我也看到也有這樣的心智 也想為街坊做事 所以才踏上重政 但重政也挺艱難考的 雖然第一次選舉是2003年 已經很早的時間 但又要賺錢 又要花多少時間去做這個區議員 先去到成功當選做區議員 或將來甚至立法會 是一個很長年的路 但在準備的過程都頗艱辛 有甚麼辛酸 其實最主要是由一個街坊不識理 又變得認識你 你是需要用很多時間去做 本身我自己也會有上班 所以要在公月的時間 你犧牲了很多東西 你才可以去做 即是房工要別人去玩一下 你就要去做事 4月6日要開工 4月6日多數都是 4月6日就下區 一個星期做足七天 不是的 可能有些夜晚都有些私人時間 去填補 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剛才開場白時都說過 你也是在黃大仙服務 上幾集我們都說過黃大仙的區域 正如你說說 深水堡以前石劫尾 石劫尾跟黃大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當然石劫尾 深水堡跟黃大仙都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 深水堡沒有黃大仙那麼多工 但也有很多工廈 其實黃大仙八成半都是公屋的 如果說相似的地方 就是貧雄的數字 其實是相差無幾的 黃大仙是高過深水堡的話 是零點幾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市民的生活質素 以及所面對的問題 可能深水堡的話 就多了些龍谷 板間房那些東西 但公屋的情況大家都是相似 林維經 我又打擊一下你 黃大仙是紅區 甚麼叫紅區 差不多是工聯會或民建聯的勢力範圍 資源豐富 派米派油派堂 旅行齋宴 蛇宴 新春旅行 中秋派月餅 端午派總 資源豐富很多 其實很難做的 如果純粹說派夜的話 當然沒有一個民主派的話 有一些很多財團射著的話 來派夜一定沒有辦法跟它抗衡 因為左派的話 一定有很多的中資機構 可能表面上有幾千萬那些 已經給了它 但可能是漲底的數字的話 你是預計不到的 所以如果純粹說派夜做一個服務的話 我不需要參加民主黨 不需要參加泛民派 我直接入了派 我相信市民不會是因為 為了少少利益 來出賣自己 我絕對不反對市民 他們派的話他們去拿 我是不反對的 但我相信市民有雪亮眼睛 不是純粹因為派夜的話 他們就會投你票 我知道 但你有甚麼可以去抗衡 你有甚麼方法去突圍這些障礙 如果說用方法的話 我認為是在服務方面做得好些 起碼第一件事我對長者的話 雖然不是說100個長者 我100個都記得了 但我相信100個裏面有90個的話 我都會記得他的名字 大概會知道他居住在哪一座樓 而且大約知道他居住在哪一層 你可否簡略總括一下 在你接觸或服務的黃大仙 或在黃大仙的小區裏面 通常街坊找你要求服務是哪幾類 或者他們面對最大的困難是哪幾類的 其實分開有幾樣東西 就是 首先 長者的服務 例如他們很想有多些健康檢查 略血壓 亦都希望有很多長者關心他們 其實關心那個 其實很多長者都說 我不是需要我給米 但起碼長者的話 我覺得我是備受尊重的 所以我對於這方面我是很著人的 所以我很努力 會記得那些長者居民的名字 因為本身我是想做到尊重他們 令到讓他們覺得我是一個真的做到事 令到讓他們有個安全感 是順得我的為人 你也挺忠厚的 真的很狗忠肥 但我想問 其實黃大仙面對一些 或是黃大仙的 除了你所說窮之外 還可能有不少的老人家 黃大仙有甚麼重要的問題 或是你收到甚麼投訴或是甚麼最多 其實通常所收到的投訴是公屋維修 其實黃大仙早前做一個全方位維修的檢察 房屋處都有些脫漏 所以很多居民無論在上下村 都會爭取他們想要維修的項目 最主要是當時很多居民打到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就說這些我們不包 所以他們主動就找回我們 經過我和管理公司的爭取 其實很多事都是房屋處業主的責任 所以最後都是房屋處 都會承認他們的責任 為居民維修自己的問題 如果爭取到居民應該開心 居民會多謝我們 這些是否所謂你剛才所說的服務 是其中的服務 還有一些居民會有關於房屋的問題 就是一些吊遷 又或是生活上的困難 所以可能找我們轉介給社會福利處 是做一些幫手 這些是其餘的問題 除了長者之外 有甚麼類型的服務 除了長者有甚麼類型的服務 除了長者以外有甚麼需求 其實青年人的話 反而對於住屋方面是比較關心的 其實當中很多青少年人的話 其實他們自己不想一輩子 貼著父母住在這間公屋 所以其實他們自己都很想有置業的問題 但他們都明白 儲守期真是一個很困難的東西 儲守期供都很困難 現在黃大仙、彩虹或那堆 隨時八、九千元或過萬元呎 最新興建的現役時山 一萬二元 一個普通的大公仔 面對一層樓 在一百萬裡面 距離來說已經是天文數字 我當你賺一萬元一個月 你賺多少個月 你賺一百個月才可以賺到一百萬 你認為一般年輕人是單身的 又要養家 又要給自己花費 要用一塊錢儲存的話 一百萬來說 我想他們儲存二十年才可以儲存 你問問題有甚麼看法 現在政府這幾年時間很短 2003年的時候 香港沙士樓價是最低 有五十萬的負資產 2006年左右才開始復甦起步 到2007、2008開始起息強勁 2008年的時候金融風暴跌了一點 但接著這幾年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現在樓市也變成不是香港樓市 而是全國樓市 由一個很低 變成現在根本就是普通市民 不要說普通市民 即是中產兩個夫妻 都是大學生畢業 去供層樓都是很大挑戰大軍 有甚麼方法解決 其實我認為主要是地產霸權 是為之一個主要針對的問題 你覺得甚麼是地產霸權 口號就個個都認識 口號 其實我想了很多 首先地產商在政府所投的土地 其實很多裏面是寧願丟空快地 不起樓 又或者起樓了 有些單位寧願丟空 在市房低迷時寧願丟空 都不放出來 等市價高的時候才放出來 市價低的時候沒有人買 市價低不是沒有人買 問題是它不願意推出來 所以就算它願意買的情況 市民想買的情況 它根本沒有樓給它選擇 還有第二件事 最近這幾年 有很多大陸資金 非本港居民 不單是大陸 或者可能在海外的資金 在香港置業 令到 應該直接令到香港樓價急升 還有租金上升 還有樓價上升 是其中一個香港通脹的主要因素 所以我認為樓價是一個影響居民 和地產霸權影響而成的 有甚麼解決方法 解決方法 反而我想都有幾點去解決方法 其實最主要的第一件事就是 剛才也所說的 就是地產商把土地囤積居期 其實我認為政府第一件事 就是嚴格執行罰則 當時政府推出土地 被地產商投得時 其實它是附帶一個契約 就是在四至六年裏面 應該要蓋樓 不蓋樓的話 政府可以有一種罰則去做 但這麼多年來 真的沒甚麼聽過 政府說重罰地產商 我都沒聽過 容許他們可以入職申請延期 延期又延期 可能延期了一年多年 都未蓋樓 反而這是我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其實我認為是復健居屋 復健居屋不單止是 託告書的復健居屋 因為現在復健居屋 蓋樓後 大概都是幾年後的市 但是幾年後的市 我們香港人可能會等待 但是蓋樓後 幾年之後 市價 樓價仍然是高企 其實有一個問題 因為居屋的定價 就是以市場做一個單位 只是暫時不需要購買者 即時補出地價 好像最近那些貨美單位 其實那些居屋 有些微補地價也有200萬 微補地價也有200萬 補完地價也有300萬 所以我認為政府在復健居屋 同時應該是給居民 暫時不用補地價值 二來應該是提供一些市場的折扣優惠 令到居屋的樓價 應該是市民不用一次過 付所有居屋的價錢 例如我認為政府是給三成的折扣 暫時不用補折 但以後你要補地價 那時你一致又會購買出來 所以我認為在復健居屋定價 應該政府要提供多些優惠 否則復健居屋 我認為居屋跟外面的私人樓 一模一樣的價錢 我為何選居屋 可能不選外面的私人樓 當然居屋是一個解決方法 我相信也是 但年輕人都可以租樓 因為樓市不斷升 租金自然升 令到租金不斷有加無減 例如我現在住藍田 我看到樓下的匯景花園 普通的話 有些幾百呎 大約六百呎 大約一萬二元租 一個普通的打工仔 除非你本身 是幾萬元一個月 但例如你一萬多元一個月 你怎能租得起這萬二元的樓 所以我根本 租金和樓價是掛勾的情況 政府應該在樓宇方面做多些措施 是衝擊樓價 令樓價壓低 當然有些人說 買了樓的人就會吵 負資產 是說負資產 會吵 要政府離開 其實在我角度來說 大部份香港人是買樓自住 其實當外面的樓價 就算跌到塌了 跌到一元也不值 你只要不放的話 要供款 但仍然供那塊錢 就算外面的樓價跌 仍然供那塊錢 也不是那麼簡單 當然香港的案件跟美國不同 美國所謂的刺案 就因為很多房屋 他們公公一下 因為經濟逆轉 就沒有工做 一旦沒有工做的時候 他就蓋期 蓋期是怎樣 我不供了 我正在賣一層樓給銀行 於是銀行 本來是借了錢給你的 被地攤商賣了 於是銀行就有一個貸貸貸 有一個壞帳 如果現有樓價跌五成就算了 可能有些人會投降 因為我已經輸了一半 如果是槓桿 我給三成 不要一千萬層樓 500萬層樓我給150萬 樓價跌了一半 我欠銀行大概是350萬 樓價跌了一半 即我沒有了250萬 其實我已經輸了 我已經馬上負資產了 我即時可以投降 即使我還一層樓給銀行 當然有些地產商會告甚麼 我便破產 破產便不用還 即是有些效果都不出奇 有這樣的機會 但問題是這個機會 我認為是少的 通常香港的居民是買樓自住的 真的買樓自住的 例如我舉個例子 我買一個電話 例如我買iPhone4 我只是分期付款 和我買一層樓 都是分期付款一樣 不會因為iPhone4 在幾個月後大跌價 而我供少了款 例如我真的有需要自住 我需要用的話 我認為就算外面跌價的話 對我來說也不會有影響 因為升了 例如跌了我不會放 升了我也不會放 因為我升了我也機嫌 跌了的話最多 像面上的心理上不舒服 所以我反而認為負資產 人們放棄了公樓的可能性 不是太大 因為只要你不放 就像賣股票一樣坐艇 不會說你不放 你也是數字上輸出的 不過在香港的歷史因素 歷史上是2003至2004至2005 負資產的數目 當時當然破產數字有增加 但也有增加 但香港人所謂的銀行的壞漲 是有上升 但也不是去到一個警號 剛才你說過居屋 有實質有多些折扣 除此之外 有甚麼其他方法 可以協助解決高價樓宇的問題 其實我認為政府 之前有租賊自其中計劃 我認為可以重新再考慮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譬如政府在2003年的時候 開始停建居屋 其實當時很多建房屋的居屋 就會變成現在的公屋 好像現在的深水埗的開禮村 以及慈雲山的慈康村 其實他們那些包料 其實是居屋的材料 所以在這兩條村房屋 來定租金的價錢 比外面貴大約一成左右 住得在這裏 很多居民當時跟我反映 以前我都在海荔村住過 還有我在慈雲山都有服務 在慈康村那裏 那些居民就說 其實我為甚麼肯給一些貴一點的租 而去住這個慈康村或者海荔村的話 是因為這個新十字型居居屋設計 我打算房屋處重推租者自棋屋計劃 我買回自己的房屋 因為我住得在這些地方 經濟能力當然可以負擔到租金 是比較好一點 居屋加租者自棋屋 是的 即是復售公屋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復售公屋 應該可以充足到地產市場 因為始終你公屋居民的話 大部份是賣不給外面的私人樓 即是其實私人市場 以及公屋居民購買力的話 其實已經開始有一個 坐航漢債的紅溝 令到一般公屋居民 根本就賣不出外面的樓 首先多謝韋基 在這部份跟我們說說 所謂他對房屋的問題 包括如何去打地產霸權周旋 復建金屋 和復售公屋 或者是租者自棋屋的計劃 或者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休息一休息 然後下半節再討論其他的問題 各位觀眾 各位聽眾 歡迎大家來到下半節 今天我們請來一位 就是年輕的民主青年 林偉基 林偉基也是公屋長大 深水埗 在黃大仙服務 也是對公屋的問題熟悉 上半節花多多時間 跟大家講了 關於他對香港樓市的問題 年輕人事業面對的問題 提到所謂地產霸權 復建居屋或者甚至是復售公屋 在整個樓市問題上還有補充嗎 有甚麼方法去調和到 或者現在樓市這麼癡熱 其實我剛才所講的 就是很多非本港居民 借據資金湧入香港樓市 令樓價上升 反而我建議政府應該設置非本港居民的買樓限制 為甚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現時政府現在所有 調高的豪宅那些要減到六成五成的案件 其實對於非本港居民的 因為那些樓多數都是非本港居民買的 他們那些樓就算設置多少個按揭限制 其實根本對他們來說都是沒甚麼作用 因為他們每天都是現兜兜 拿錢放在桌面的話 麻煩我買在這層樓 你數數數去吧 這塊就是錢 然後律師那些人都在數錢 所以根本對他們來說 按不按揭根本 他根本就不需要按揭 按揭根本來說有甚麼用 所以我認為限制非本港居民是置業的話 是比較直接調當的方法 但是有甚麼方法呢 香港亦都不少人 當然去到情況很差的時候 任何都可以做 但實際上有很多具體的問題 包括你限制非本港居民 公司呢 公司購物得購資業是否限制 我買一間公司 公司去買樓 是否限制公司買樓 其實這件事都會包括 當然很多內地人說 我成了一間公司買了一間樓 然後我再轉換一間公司給你 其實我認為政府都應該在這方面 這會否根本上破壞香港的資本制度 其實我認為自由市場 不可以無限地去自由 應該有適當的監管 如果不像美國的環議街這樣失控 金融會令到金融風暴 因為泰國自由市場令到 香港人始終都是 不應該香港人 因為人性是有貪戀的 所以泰國自由市場沒有規範 令到人們在法例之內外 不斷劃多些 其實對社會始終是不健康和不公平 泰國資本主義也不受監管 始終是有問題 可能現在未必有資格問題 但將來或長遠都是社會承擔 還有其他提議呢 關於樓市的問題 其實我之前想過 將買賣樓宇設置轉用期限制 當然可能就是 甚麼叫轉用期限制 譬如我現在向你買一層樓 譬如我大概一年或兩年內 這是一手或二手 無論一手或二手都是 這樣就不可以轉用 其實當中 不可以轉用多久 譬如我個人覺得 就是建議兩年 其實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早前或去年政府 有一個徵重稅限制 他也是頭兩年徵重稅 要改例 改例 為何我會突然這樣想法 因為有些樓價 政府大概徵兩成稅 但有些樓價可能賺得超過兩成 所以為何我會有考慮過 主要期限制 當然詳細的想法是否越來越 那條例跟限制令 理解是不同的 因為兩年之內 你買一樓賺了 不要說賺 你是靠炒賣物業去做徵稅 那是交易費 限制令差不多 購買居屋是有限制的 即是你賣向政府賣居屋 但是如果你說 包括一個私人市場 一手 二手都要包 二手的理據在哪裏 以及二手你怎樣限制 當然所有東西都可以用 透過改法例 但都要考慮問題就是 我買一層樓 我向二手市場買一層樓 走去住 但如果我突然間 家庭逆轉了 我眼睛不同了 那你限制我 不能賣出去 那怎樣呢 其實我自己有想過 這件事就是 譬如政府或設置一個機制 譬如家庭經濟逆轉的時候 他可以向政府申請 放了一層樓 但是如果你放那層樓 是跟你當時買的價錢 價錢賺了的話 我認為政府應該是向那個 徵稅 徵賺的差價徵稅 當然虧了的話 政府說 沒有回給他 沒有回給他 應該是放他一馬 證明了他不是因為想炒樓 而去扭換樓 因為我們要 最主要是防止人們 扭換樓 不停地炒上去 因為現在是 扭換樓很奇怪 不奇怪 我買一呎五百呎 然後住兩年 我升職 我真的要換層樓八百呎 為何不讓我換 沒有說不讓你換 但我不賣 我舊了一層樓 譬如我 我不知道我何時升職 我升職 人工加了 我還未夠兩年 你又不讓我換 為何呢 其實為何你不想想 等多兩年 我本來應該有自由 當然是會有這樣的自由 但如果被別人認為 我又不是炒樓 我很多層都說 樓換樓的話 如果是證明到你自住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 是可以 剛才都說政府應該做一個機制 不論是因為經濟狀況急跌或改變 而讓它放在那層樓 為何我經濟狀況轉變又給我 我經濟狀況不轉又不讓我呢 沒有說不讓我 其實我都說剛才所說的 就是你說要樓換樓 但你要證明是自住 其實政府應該可以捨一些 這些豁免 讓他們做一個例外 令到他們 不需要被別人覺得是因為炒樓 而是樓換樓 因為其實我最主要想想 轉讓期限制就是防止那些人 炒樓、樓換樓 形成地產資產的泡沫 因為泡沫有一天錢都會爆 所以令到整個社會 他炒爆 不要緊 好了 房屋講那麼久了 不如又講一下 闊一點點 黃大仙裡面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黃大仙 其實我們民主黨黃大仙黨團 其實都想是 也發覺到聖母醫院需要有急症室服務 以及要求聖母醫院的人 黃大仙的人看急症是哪裏看的 聯合 不是聯合 聯合已經是九龍東聯網 黃大仙很奇怪 他是九龍西聯網 即是去醫館 去伊莉莎醫院 以及去廣華醫院 救護車一車的話 要是車QE 要是車廣華 廣華和黃大仙距離都頗遠 所以我認為黃大仙本區 都是十二分鐘以內 是的 但為何不當區 本身聖母醫院已經在黃大仙區裏 為何不設計急症室 聖母醫院是全面性的 全面部會醫院 還是療養院 現在還未是全面性的 半療養院的狀態 但其實政府說 醫管局可以在當中裏面 去做一個改建 不是每個區都有急症服務 但黃大仙的人口那麼多 八成半都是公屋居民 其實那區都差不多五十萬 但醫管嗎 醫院和廣華 如果黃大仙又有 那誰去醫院和廣華 本身九龍西聯網 他們自己都會有油尖旺 他們都會有些居民的需要 接下來就是啟德 以前啟德機場 會做一個東九龍的醫院服務 但都是幾年後的事 還有早排六月中的時候 跟醫管局開過會 也提議過這個問題 但醫管局的回覆 在醫院便會起 但也要解決到人手的問題 因為現在整個醫護行業 在香港裏面是不夠人手 是比私人醫院 會搶人手去 政府其實也有些落差 我記得2003年的時候 香港裁脊裁脊 於是這款告示要肥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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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了很多人 有些人轉了行 有些人除去休 現在不夠人手 除了醫療之外 有甚麼問題 或醫療方面 除了聖母醫院 也有急症服務 還有其他問題 其實我們也爭取 24小時患診服務 還有希望醫管局 在黃大仙推行 公私人醫療合作計劃 好像是天水瑞 現在已經在做 為何會有24小時患診服務 其實區內的居民 其實不單是日頭才會生病 晚上也會生病 晚上的時候 所有門親都收光了 但私人私家醫生的執業都收光了 他們一有病 一定是打999叫救護車 叫救護車 其實更重 更重 醫療的負荷更多 24小時門診 有沒有24小時門診 香港 只有急症 少 急症 香港沒有哪裏公立醫院 有24小時門診 香港大部分醫院提供的門診 可能是日頭 不是24小時 所以既然在聖母醫院裏 是沒有急症服務 為何不再推行24小時門診服務 其實你要24小時服務 還是急症 其實最好兩樣都有 當然 醫管局跟你們談了那麼久 有沒有什麼 為何他們不肯推行 或是有什麼問題 當時聽梁柏妍行政局說 他就說 即是開玩笑的說 可能有些醫生 為何調去門診去做 就是因為不用24小時通宵 在開玩笑上 可能有半點是真的 我也明白 但如果不是24小時 公司服務的話 其實我們黃大仙黨團 都提議 為何不在公私營醫療合作計劃裏 做多些事 為何公私營醫療合作計劃 為何公私營醫療合作計劃 就是出面私家醫生 去公合醫院看醫生 就自己收錢 不是 應該說是長期病患 現在天水爲正在做 是長期病患者 原本是看公立醫院的門診服務 如果有些私家醫生 是執業私家醫生 在區內 參與公私營醫療合作計劃 那些長期病患者 就可以去到私家醫生看 當梁柏妍也說過 那些藥物全部由醫管局提供 其實變相了 有幾個好處的地方 一來長者不用客客 要去到公立醫院排餐死 第二件事 就是私人執業的醫生 多了生意 因為長期病患者 你私家醫生 永遠都不會獲得他的市場 那些長期病患者 永遠不會給多五倍價錢 看私家醫生 拿我的減血壓弱 應該這些是不會的 第三方面 就是政府的醫管局 就是不需要增加他的醫療開支 所以公私營醫療合作計劃 有三方面的贏家 但是上次開會時 也聽過有些醫療集團 認識反對 其實我當時也表達了我的意見 就是因為長期病患者 無論如何都不會去私家醫生看病 所以理論上 他們所反對的理據 是不充足的 反而我認為 使私家醫生多了生意 多了收入 其實這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認為可以博得到醫療集團的理據 就是這樣 葦基人 其實從政的道路 我們都是很多講到很民生的問題 包括房屋、醫療等等 其實你最初從政的時候 或者最初不是從政 你參與公共服務的時候 就是 啟發就是因為可以幫到居民 但是 其實除了幫到居民的驅使之外 你有沒有其他的驅使 你花那麼多精力時間 其實真的花很多精力時間 尤其是年輕人 應該賺食 建立自己事業的環境 將這些精力走去做服務 那是甚麼驅使 其實除了服務之外 幫到街坊 其實想為香港的民主發展 做多些事 大家都知道 自從香港九七年 回歸了大陸之後 其實無形之間 比我自己個人感覺 就是自由上面一直收緊 其實2003年的時候 提出那些23條 其實根本就是 一直在收窄香港人的自由 從而令到以言入罪的問題 因為我不想香港 變成一個大陸的翻版 或者說一句話 就拉你去坐牢 好像現在喊微微 之前其實是在幫維權人士 那些事情 他現在說被人告 逃稅 很多幫維權人士的律師 現在拉去坐牢 其實我認為我不想香港 好像大陸這樣 限制你網絡言論 限制你個人言論 限制你個人自由 都不做得這樣 好像整個坐牢 我不想香港變成這樣 因為我們本身 都是一個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有自己個人的自由 所以我認為 香港是需要 捍衛自己民主自由的理念 民主黨去年 支持政改 亦很爭議 其實這年內 民主黨亦都飽受選民力量 人民力量等等 那些追擊 在七日遊行的時候 經常被人圍 被人罵 你有沒有什麼感慨 或者你會不會覺得 民主黨去年支持政改 蠢了 我認為民主黨所提出的政改方案 是好的 我是贊成的 為什麼 因為在民主的道路上 是走前一步 其實我個人覺得 真的很反對 人們說民主黨出賣 所見的政改方案 是出賣民主 其實我真的很反對 因為 為什麼我反對 反對別人說我們 反對別人說我們 反對別人說我們出賣民主 其實為什麼出賣民主 他們根本沒有什麼理據 反而說我們 民主黨有很多理據 令到市民覺得是走前一步 不要說我們自己賣花 賺花香 看看外國政府 一聽到政改方案通過之後 例如先進國家美國 英國那些 政府都說 香港的民主 都發聲明 香港的民主 都是走前一步 是一件好事 所以如果說 人民力量追擊 我們出賣民主 其實應該是 可能大家 即他普世的民主價值 和和他們的民主價值 可能觀念上有偏差 所以我認為 無論是什麼方法 只要在民主道路上走前一步 就已經是民主方面 而且大家都知道 民主黨所說的方案 是違著2017年和2020年 雙普選鋪路 所以如果不走前一步 我想人大可能會繼續釋快 令到普選搖搖無期 再將2017和2020年 是往後退 是的 但現在都不保證 2017和2020年 因為當時人大釋法 最快可以2017年 最快 所以我們為甚麼 每一步的民主道路 是要串逃必爭 令到中央政府 沒有再有藉口 說香港都是不成熟 2017年都不能補選 我不想中央說這句話 所以說 應該說 不讓他有藉口說這句話 我令到怎樣都好 因為過往的五年 自從2005年正確方案 當時我個人都很反對 反對著那個方案 但我看到這五年 香港政府的話 政壇權說真的沒有動過 任由你那些人 就停在那裡 不動 當然 我們又不想再在香港 令到香港市民化 再浪費多些幾年時間 因為我認為 今次不改 下屆新的特區政府 新的特首 應該都不會再改 都不會再提議 以及今次民主黨的 證據方案 我認為是一個有好處的地方 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投兩票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為甚麼會有人 會投兩票 一個是直選 一個是功能組別 以往 譬如我是律師 我是醫生 我可以投多一票 除了直選之外 可以投多一票 醫療界 或者可以是法律界 投多一票 我們以往 一直爭取民主 道路上 提出後庫 都說 為甚麼你有兩票 我只有一票 但標籍不同 有二十多萬人 功能組別的選民選三十個議席 但三百二十萬人選五席 是嗎 是 其實我反而覺得 開放了功能組別 即五個議席 給三百二十萬選民去投票 其實是蠶食功能組別的其中方法 為甚麼我會這樣想 你也知道現在功能組別的構成 大家都認識李國寶 霍振庭 那些 其實那些 民主派一個人出去選 老實說 你怎樣也算不贏他 李國寶 即幾百票 就已經做立法會議員 百多票 是百多票 好像自從當選上 也是 霍振庭也是 你怎樣也不會選贏他 大家都知道 根據《基本法》的附錄 都寫明 立法會投票是要直選 分組投票 直選也要投 功能組別也要投 但功能組別 往往都是畏著他自己 戒票的利益 而損害了大家 達到香港的利益 而搞到議員的提案 無法通過 所以我自己個人主張 一就是功能組別 如果現時改不了 無論是民主派 都要派人內選 盡量刮到多少議席 也要刮到多少議席 蠶食建制派 蠶食建制派 如果你不蠶食他 老實說 你認為李國寶 霍振庭那些 會不會自費武功 說我取消功能組別 相信大家都知道不會 你會不會自費武功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蠶食功能組別 是一個正確的路程 否則你永遠 有時間等 都不會有整個立法的普選 產生 其實我認為最好是 民主派可以在功能組別 取得一個本帳 但不可能設計裏面 例如魚龍街 只有百多個票 運輸界百多票 全部都是團體組織 都是跟阿爺的組織 或是寫西環的組織 香港現在是 客觀是這樣說 是沒有兩個管治團隊 香港現在只是一個管治團隊 那個就是西環 不是中環 大家都知道 不要緊 就這個所謂政制發展上 你有沒有補充的意見 或者你有沒有什麼感慨 跟大家分享一下 年青人的感覺 其實 將來的話 大家未必會 可能2017年 可能都會真的 希望有普選 但我希望大家民主派 減少了爭押 大家都知道 現在民主派 和建制派的票數 之前是六四比 現在慢慢吹向 五五和五四 因為現在民主派 很多內部爭押 令到很多市民 不想再投給民主派 我希望民主派 我不敢奢望 統一民主派 但希望大家減少爭押 窗口對外 我寧願多拿點議席 之後你才慢慢內部 再增念數 希望民主發展有健康 不想有暴力 有政治出來 好 我們多謝韋基 今天跟我們講一講 他對幾個問題 王大仙、劉士 和年青人參政的分享 多謝大家收看 《氣爆香港》 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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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